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欢欢华晨宇和娇羞少女范的曲情更是擦出了不一样的火花 而且去听说他们竟然是用灵魂来交流 到底是一个怎么用灵魂交流法呢 让我们的小库赶紧带大家去看一看吧 上周末小库一杆子飞到了长沙 为的就是拍拍这从欧洲穷游回来的七姐弟 即上次旅行之后 七位嘉宾终于重新聚首在快乐大本营的舞台上 但兄弟可是自己的亲应 这不当记者问道 如果再有一次出游机会会选择与谁同游时 张翰可是毫不犹豫地就选择了华晨宇 但无奈啊 人家花花不领情 脱口而出就选择了许晴 不要觉得受伤嘛 人俩人的情意 其实你能懂的 小库有机会对华晨宇和许晴 进行了一次独家专访 从花花踏进许晴房间的一刻 小库可就看出来了 这俩人关系不一般嘞 花花你是有多不把自己当外人 怎么还坐人家桌子上了 你干嘛去了 他们被粉丝追 真的啊 我怎么觉得你在跑啊 你在跑 在追你啊 满院的 怎么样 被粉丝满院追的感觉可还好 好了好了 还是赶快进入正题吧 哟 优酷全娱乐的 走就是吧 我们一二三 一二三好 一二三开始 优酷全娱乐的网友们 大家好 默契没有 那大家 网友们 好 好 优 一二三 一二三 优酷全娱乐的网友们 大家好 我是花花华晨宇 我是喜琴 总算是顺利把招呼打完了 虽说当天的默契程度差点事儿 但俩人的情谊可绝不是假的 这不早在他们还不认识对方的时候 就已经对彼此印象深刻了 我超爱他 他是我的偶像 因为我是第一次看花花的唱的我 就被打动了 我就心动了心跳了 就看那个笑江湖 然后我就 因为我对 就是对琴姐这个 就是演的这个角色是印象最深的 而谈起两人的第一次见面 二人更是全都兴奋不已 我是不知道有琴姐的 后来所以第一次见到她的时候 然后 我给她一个大大拥抱 被花花吓到了 吓到了 对 因为我之前就是 见到几个姐姐的时候 我是最后一个见到琴姐的 然后 其他几个姐姐 然后就是 我有一点 紧张吧 然后因为毕竟是第一次跟生人接触 会有一点紧张 然后琴姐一上来就 就给了我一个拥抱 然后我就吓到了 但是心里面就是觉得会很踏实 对 最后的采访中 许晴更是用灵魂小伙伴 来形容二人的关系 从头到尾 全都难掩 得知己的喜悦珍惜之情啊 我就是一直在说 其实灵魂是有血缘关系的 一旦你 认出来了 你立马你就会去接近她 第一次见她 我就觉得很熟悉 看她第一眼 就是她有对我笑 撞进了我的心里 有这样笑容的人 都是很美好的人 我虽然不是没有学过 但是她的音乐我会懂 对她的感觉会不一样 然后就会很想跟她走近一些 花花其实从另一种意义上 是我的一份精神 了解她之后 哇太酷了 你们两个真的很像 我能遇到一个这样的人 就会很 反正是很 那个情绪是很激动的 就是那种 不知道怎么解释 觉得蛮幸福的 能走进她的心里 然后我也很幸福 她能在我的心里面 为什么一下就爱上了 这个我想一定是 灵魂的亲戚 灵魂小伙伴 这又是灵魂亲戚 又是灵魂小伙伴的 说的可真够玄乎的呀 怎么的 你俩难道上辈子是情人 张翰旅行的最大收获 是知道了自己 喜欢什么类型的女人 你俩最大的收获 就要数着 有情人的金氏相会了吧 这相亲相爱 这灵魂气何地 然而亲们知道吗 华晨宇在这次旅行之前 可是从来没旅行过 没出过国 也没看过海 华华 这又是怎么回事了 因为我之前 出道之前我在上学 然后我每天都过得 悠然自得 是这个词吧 对 悠然自得 都行 管它呢 都一样 然后 然后就是 然后我每天都很轻松 然后我也不需要去通过旅游 什么的来放松自己的心情 我每天都过得很好 画画的世界很精彩 对 画画的世界你们都懂吗 一会迷路 一会失踪 让众姐姐们困扰得恨不得 那根绳子拴住她 更公认她为团队中最迷糊的人 然而对此评价 花花的灵魂小伙伴又是怎么看咧 我不认为 因为花花 它是会被音乐就吸引 它会被美好的事物 它眼睛里面的东西 它看到的 它能够驻足的东西 是我认为是美的 是值得的 就是它不去参与的一些事情 它和去关心关照的东西 正好也 我反正我特别懂 而且我从内心是极其支持和赞同的 哎呦 这灵魂邪伙伙伴还真不是胡说 果然是最懂对方的人呐 就在最后 许行还不忘 由衷地劝告大家一声 旅行要结伴的是同类 对 就能放松 对 放空 对 有口旋意乐 找个同类去旅行吧 长沙报道